北京京华派克聚合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市集开发、生产、制造聚氨纸硬泡原料 及聚氨纸高压无气喷涂灌注设备 双组份聚尿高压喷涂机 单双组份气密防水防腐 喷涂建筑、涂料、防火喷涂等各种无气高压喷涂设备的集合性企业 企业视质量信誉为生命 劳固处理用户至上的思想 以经济实用不断创新为目标 不断提高、稳步发展 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选择使用我公司的产品 为了让您能尽快熟练地掌握、使用和维修该设备 请您详细阅读随机配发的设备使用指南 那里面详细介绍了设备的安装、操作、保养及故障现象的排除方法 为了配合设备的使用指南 更直观地加以描述 我们又特别制作了本篇 本篇将介绍该设备的安装、调试、物件的拆卸组装及常见故障的检修方法 敬请关注 安装及检修本设备时需要一些常用的工具 如活动扳手、腮扳手、内六角扳手、螺丝刀和随机配件的专用工具 并请准备好清洗用的饼铜、润滑用的医用凡士林和液压油、二芯纸等 由专业人员打开设备包装箱 并按照装箱单清点箱内零部件及随机配件 检查设备在运输过程中是否有磕碰损伤 打开两个原料大桶盖 注意,在环境温度高的情况下 避热中的发泡剂会产生强烈膨胀 建议打开时动物要小心 准备好布、垫子等防护用品 以防原料由铜口喷出,引起人员伤害 取来重力供料连接器 在螺纹处绕适量生料袋 用专用工具旋紧在原料桶上 此时求划应处于关闭状态 将带有重力供料连接器的原料桶 倒放在距离地面高度50英米的平台上 过滤器应水平向外,以便清洗 用3米料管连接重力供料连接器和平吹缝进料口 确保无泄漏 注意,面对设备正面时 左边是A料,右边是B料 确保与原料相对应 打开12米保温管组包装 拧下丝组 分别与主机出料孔连接 注意凹凸对应,不要接错 用扳手拧紧 分别插接保温管组电源插头 并旋转锁紧 插接保温管组温杆接头 将两根油管分别接入幻象阀油路块 分别将保温管另一端与一压枪连接 即料管凹接头与一压枪阀门突对时旋接 料管突接头与一压枪阀门凹对时旋接 然后将油管另一端与一压枪油缸接头对时连接牢固 分别连接三根一压枪接近开关控制线 连接时颜色相对应 并做绝缘处理 一压枪连接完毕 取下电机防护罩 通过漏斗往油箱中注入随机配送的液压油 加注时必须经过过滤网 加油量应不低于液味剂的三分之二处 注意 液压油一般两年更换一次 如果液压油清洁度不够 将会造成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基于地区环境温度不同 建议夏季使用68号以上液压油 冬季使用32号和48号液压油 打开注塞泵注油口 用油壶注入于油箱中相同型号液压油 注满后拧上注油口丝堵 将电机防护罩装回 由专专业电工将主机所引出的电源线 连到装有漏电保护开关的 380V50Hz的三项无线电源上 功率应满足5000W 花线为保护地线 应有可靠接地 以防设备漏电 造成不必要人身伤害 必须将其排净 避免A组份原料与空气中的水分发生化学反应 堵塞料入 依次合上总电源 加热保温电源 压占电机电源 然后是电源板保险和接触器保险安装位置 顺时针旋转机停开关 控制面板电源通电 各温度控制仪显示为当时环境温度 机停开关的作用是 遇到紧急情况时迅速按下按钮 切断电源 确保人员及设备安全 旋转压占开关旋钮至开的位置 此时压占电机应启动旋转 注意电机旋转方向应符合箭头标志方向 否则将造成一压站系统无压力或一压泵的损坏 调整一压泵调压阀 设定压力为2到3兆帕 顺时针旋转调压阀为增大压力 反之为减小压力 压力调整完毕后将锁紧螺骨拧紧 以免工作中压压系统压力不稳定 打开单向节流阀 其功能是控制平吹泵油缸的供油量 若出现一压枪被发泡料固死的情况 应关闭单向节流阀 提高一压站压力至8到10兆帕 待枪拉杆拉回后恢复压力至工作状态 然后打开单向节流阀 此时平吹泵开始工作 查看黑料轴保护液是否循环 保护液页面不低于保护液的四分之三 料路系统充满原料 接近开关感应片与接近开关的距离为2到4毫米 操作箱面板上由AB料过温报警 其作用时 当环境温度低 原料需要加热时 分别调整三块温度控制仪到所需要的温度 设置方法 通电状态下连续按动SET键三次 此时数码管开始闪烁 按动上下键头 调整到你所需要设定的加热控制温度 根据环境原料不同 一般情况下 A料设定在35到45摄氏度 根据发泡器的不同 建议B料温度设定在25到35摄氏度 管路保温设定在35到45摄氏度 再次按SET键一次 数码管闪烁 温度设定完成 此时显示为环境温度 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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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设计 顾客 顾客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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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解增压泵前应先将设备原料系统压力和一压站系统压力卸掉并切断主机电源 拆下设处下设备前部的保护外罩 露出增压泵系统 将将增压泵黑料一侧阳相连的上液管和回液管从防固化密封筒统组件上拆下 用力将防固化密封筒向油缸方向推动 露出增压泵轴与油缸轴连接组件 拔出开口销 将提料销轴从黑料轴连接件上拆下 拆掉与增压泵连接的进料管与出料管 用内六角扳手悬下出料块与支撑杆连接的四颗螺栓 将增压泵整体缓慢向外抽出 使其与设备分离 拆下安装在进料端块上的泵底进料口组件 和小球回流座及钢球组件 两组件作用均是防止原料回流 取出小球座密封压环和进料端块划片 取出进料口密封压环 悬下四根紧固螺栓 将进料端块、出料端块与过料管和料缸筒分离 拆卸时应均匀缓慢用力 避免损伤料缸密封欧圈和过料管两端的密封欧圈 及料缸筒内部的提料板组件 用专用扳手将黑料密封压盖松开 并将其从出料端块上悬下 即可拆出密封环组件和增压缸 密封压紧盖上装有两个欧圈 用内溜角扳手松开四个紧固螺栓 将黑料密封法栏从输料块上拆下 并检查密封欧圈有无损伤 悬下增压泵轴提料板压片紧固螺栓 即可依次将提料板压栏 提料板脱架和提料板拿出 拆解增压泵进料口组件 将大球回溜柱和泵底进料口全开 依次取出进料口大钢球 泵底进料口拔圈 并检查泵底进料口的欧圈有无损伤 此时增压泵拆卸完成 安装 在安装前应在所有的密封圈 提料板及螺纹处 涂抹润滑纸凡士林 按顺序和方向将提料板 提料板拖件 提料板压片装回提料轴底部 并用螺栓锁紧 注意 提料板有花纹的凹面 应朝向轴的长端 紧固时应保护增压泵轴 镀落表面 检查泵底进料口圈 依次装入泵底进料口阀圈和进料大钢球 将大球回溜柱与泵底进料口旋紧 检查进料口密封压环 并将其装回进料端块的进料口处 其斜面冲外 将装好的供料指挥阀组件装在进料端块上拧紧 小球回溜柱的安装 将进料端块阀片平面冲外 装入进料端块的安装桶内 再一次放入出料小球密封压环 小钢球 小球密封压环斜面冲外 注意检查小球回溜柱上的密封欧圈 并将小球回溜柱桌悬紧在进料端块上 将两端有欧形密封圈的料缸桶和过料桶 垂直缓慢地压入进料端块的安装桶内 注意用力要均匀 避免损坏O型圈 将装好提料丸组件的增压泵轴 缓慢垂直地压入料缸桶内 再将出料端块与料缸桶及过料管组装在一起 注意各种装配孔要相互对应 压入时要缓慢均匀用力 避免损伤O型圈 用四根带有弹簧件圈的连接楼杆 穿过进料端块与出料端块并连接紧固 紧固罗杆时要对角诸次旋转 使四根罗杆受力相等 保证两端块平行 将密封欧圈压入黑料密封法兰的凹槽内 用罗钉将法兰与出料端块锁减 依次将密封支撑环 密封环 密封压环 装在增压缸轴上 并压入出料块内 注意 密封支撑环凸面向外 密封环凹槽冲向支撑环凸面 共五个 密封压环平面向外 检查黑料密封压紧盖上的两个O型密封圈 旋进出料块内 并专用专用搬手锁锁锁锁锁锁锁力要适中 以防止密封圈与增压缸轴摩擦力过大 依照泵体与设备拆底的相反顺序 扣动扳机卸掉塑料系统压力 使枪滑杆保持出料状态 关闭液压站电源 退下两根塑料管和两根液压油管 将枪击电源接头离开 用专用搬手引下黑白塑料块的紧固螺钉 使两个塑料块与枪图式Z16900-00分离 注意检查塑料块上的密封键 零件号为Z16917-00 悬下液压枪前端的混合芯锁套 Z16917-00 使枪图式与液压枪支架法栏Z16926-00分开 从枪图式后部悬下定位螺丝 Z16913-00 检查液压枪锥型密封垫 Z16950-00 拆下混合芯上的定位螺钉 将顶出螺丝Z16947-00 悬入枪图式定位螺丝螺孔中 用其顶出混合芯Z16920-00 必要时也可用混合芯冲头Z16948-00 和前法栏O型圈 和前法栏O型圈Z16927-00 将液压枪活塞拉杆总成 Z16921-00从油缸中缓慢拔出 活塞上装有两个油缸活塞外形圈 Z16929-00 注意两个外形圈在活塞轴上的安装方向 其开口方向应为背靠背的形式 悬下枪击前挡板的两颗固定螺钉 拆下枪击前挡板Z16942-00 和枪击感应钮Z16945-00 举出枪击附胜防御弹ян公 和益压枪感应开关Z16940-00 至此益压枪拆卸完成 组装 在组装益压枪前 首先应确认所有的零部件都是完好的 密封元件是有效的 并请注意 在安装前应在所有的O型圈 外形圈 以螺纹连接处涂抹润滑纸 凡事林 按顺序在枪机孔内装好枪机感应开关 枪机复位弹簧 枪机感应钮 并用螺钉紧固好枪机前挡板 将装好外形圈的活塞拉杆总成 垂直装入油缸桶内 安装时注意外形圈的位置关系 避免损伤外形圈 或让外形圈翻边 造成枪工作缓慢或不工作现象 安装支架法栏 并依次装好外形圈和前法栏O型圈 与油缸桶连接 注意外形圈的开口方向应对比油缸桶 紧固螺钉时应对比油缸桶 均匀用力 将混合心出料孔与枪图式出料孔相对应 并安放到位 装好定位螺钉 定位螺钉高度应露出混合心 1.5毫米左右即可 并观察混合心出料孔是否生畅 将锥形密松垫凹面冲外装入枪图式 并悬上定位螺钉 用手悬上混合心锁套 注意安装混合心锁套时 必须在混合心外表面涂抹润滑纸 以减小摩擦力 避免混合心被锁紧时发生转动 将活塞拉杆由锥形密松垫端插入枪图式 用搬手适量拧紧定位螺丝 然后将枪图式组件旋入支架法栏 旋拧到底 调整好枪图式的位置 使混合心定位孔向下 用专用工具锁紧枪图式锁某 检查塑料块密封垫有无损坏 装好黑白塑料块 用搬手拧紧黑白塑料块紧固螺丁即可 枪组装完成 在日常工作中 在压状态下关闭两个塑料块上的高压阀门 扣动枪击几次 如果仍有原料击出 则可能是加热温度过高 导致阀门密封功能减弱 或使阀门内部密封垫产生塑性变形即磨损 将阀门从塑料块上拆下 悬下阀起两端的连接对丝 用内六角扳手悬紧阀门密封补偿螺丁 四分之一圈 或悬出螺丁加装密封补偿垫 JH51901 然后适当悬紧 使其恢复密封性 加装补偿垫的数量可根据漏料情况确定 注意 内六角密封补偿螺丁不可过分悬紧 以不漏料为准 注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